Hello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关注我的频道免费福利送不停 很多小伙伴在手机上看这个外文网站的时候 都感觉到当时的那个外语老师没有把你教好 没有关系 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款这个免费的 可以全屏幕翻译的一个软件 那么它可以解决掉你的痛点问题 那么它可以把你屏幕上显示出来的外语翻译成中文 支持多国语言 好的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正题 好的我们来到手机上 这款软件的话叫Scream Translate OK这个软件我会在视频的下方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大家不要着急 那么我们打开看一下 这个是我刚刚安装上的 允许访问 我们允许一下 现在很多APP都需要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要的干嘛 好了 这个就是它的简介的一个界面 非常简洁的一个界面 那么它还支持语音相机拍照翻译 包括语音实时的讲话翻译 功能非常的强大 那么翻译在其他应用上面 点了这个以后 打开这个按钮以后 它可以在整个屏幕上形成一个 形成一个虚拟的一个按钮在上面 它需要一些权限 OK没有关系 我们来给它开通一下 我们来给它开通一下 这个地方要点允许 好了 我们再返回 返回见面 那我们再点一下 这里点允许 OK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虚拟的一个 这里有一个悬浮框 有一个悬浮框 它可以悬浮 这几屏幕的任何地方 都是没问题的 等一下我们再讲 那现在它的翻译引群呢 大家可以看到 有不少 有不少 有百度翻译啊 这个俄罗斯的这个 index的翻译啊 Microsoft啊 这个谷歌翻译什么 我们一般都选谷歌翻译 OK 那么原语言呢 就是英文 假设你是俄文法文的话 你这边都是可以选的啊 这边都是可以选的 那这个原语言都是可以选的 那我们目的语言 当然是我们的母语啊 这边有一个 呃 汉语的简体 有一个繁体 我们选简体 OK 下面有一个设置 我们打开一下 那这个是必须要的 结果窗口显示 在所选文本的下方 我们勾选一下 啊 我们勾选一下 OK 好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 我们现在来到我们的一个英文界面 英文界面 打比方浏览器上我们有一段英文什么的啊 我们都可以 这个用法很简单啊 用法很简单 我们 我们把这个移到我们要翻译的这个内容前面点一下 那它就会变成一个 这个深言式的 然后我们点住它 啊 来框选我们的内容 框选我们的内容 OK 它说需要下载什么 呃 语言 英格里写在原语言中 OK 我们点下载 OK 原语言下载成功啊 那我们来试一下 啊 点了以后 我们框选 这一点内容啊 我们框选这点内容 让它翻译一下看看 那 这边就翻译出来了啊 这边就翻译 上面是我们框选的英文 下面是翻译出的中文 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实用啊 这样就会大家阅读那个 外语带来了非常大的方便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假如大家认为我的分享对大家有用的话 请不要忘记的关注点赞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